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關於幾種 幾種我們說可以拿來分類一下回電echo的一種方式 那首先先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稱之為Stimulated Echo 這個詞各位稍微記一下 這個字 它的基本的定義很簡單 任何兩個 任何兩個RF-Pause都能夠產生所謂的Spin Echo 這個很奇怪喔 先說這個Terminology就是我們說用法上 雖然我們剛剛講說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正確用法應該要我們稱作是Stimulated Echo 這是比較適合的 上個禮拜我們提到的這個Spin Echo沒有問題 一個90度加上一個180度 當然能夠產生一個所謂的Spin Echo 但當我們現在把條件寫成這樣 這邊指的是Any tool 我們要去限定它的角度喔 這是非常強的條件喔 90-90可不可以產生Spin Echo 答案是可以的 如果說兩個 比如說45-45可不可以產生Spin Echo 或是產生所謂Stimulated Echo 答案還是可以的 好,這番線很神奇喔 我們上一半所談的這個 90-180度的配對 各位先記得喔 它能夠產生這個Spin Echo的這個強度是最大的 它Refacing的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其實過去的研究也發現 Everno今天兩個不是90-180度的配對 它其實還是能夠產生出一個量比較小 效果有限的一個Spin Echo 但是它還是Echo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整個Diogram長什麼樣子 概念上像是這樣子 假設我們今天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 我們用的是所謂Grading Echo 那這個Grading Echo的特性就是什麼 你的Tr 你的Tr不會太長 這是它最重要的特性喔 但是這個Tr不夠長的情況下 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之前說在90-180度這種RF-Pause中間 我們所格的兼具稱作二分之T1 或者說我們稱作Tao 大概都是數十個MiCM最多 但是現在剛好在Frazing Echo這個世界裡面 你的Tr大概也是數十個MiCM超多 所以你可以想像是概念就像什麼 我的第一個RF-Pause就像是Excitation用的 我的第二個RF-Pause就像是一個Refacing用的RF-Pause 結果就是什麼 我的第一個RF-Pause所產生的FID 居然會在很長的Tr的時間之後 也產生出一個Echo 各位看顏色 就這個顏色對應到它自己的Echo 但是各位記得一件事情 這個量絕對不會有像我們所說的90-180度 這種完美的配合 來得這麼的大 但是還是存在就是跑不掉的 我們剛剛說第一個RF-Pause 會先去激發我們的Nucle 產生或是激發我們的Pose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RF-Pause 它會造成我們有一個Refacing的效果 所以這個已經Decay掉的訊號 在等長Tr跟Tr的一個時間之後 剛好就會形成一個 我們說Stimulated Echo 那這個Echo 那這個Echo剛好也會跟什麼疊在一起 會跟我們第三個RF-Pause 它自己所產生的FID 都看顏色會疊加在一起 所以這個情況非常大的混亂 告訴你說實際上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Mix的一個Effect 另外有時候人家會說FID指的就是 由你自己這個iPhone所產生的這個訊號 Echo指的是你前兩個 都要是有先講前兩個 不是由它產生的 它只是Refacing 是由它所產生的一個FID 先由它做Refacing得到一個結果 這個是在Grading Echo上才會特別存在 原因在於Tr夠短 Tr夠短 你Tr太長 這個訊號其實早就DK完 你想Refacing就沒什麼機會了 那這個東西 剛剛好因為我們每一次的Repeat Time都一樣 就像我們上班所講的 你今天Refacing跟你開始的時間 還有Refacing跟Echo出現的時間 一定剛好就是一半一半 那當然我們的Tr 並不會在一個Sequence裡面亂跳動 所以剛好就是一個等長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會剛好兩個國家在一起 所以它會是一個 我們說Mixture就是一個混合 混合什麼 混合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今天所講的 First Spin Echo 指的是說由第一個RF-Pause 所產生的這一個 是源自於它這個Spin Echo 加上第三個RF-Pause 所造成的FID 它是一個Mix的訊號 那這樣一個效果會變得怎麼樣 它會加重我們的一個 TQStone的一個Weighting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今天你可以想得到 我們今天這個T2Star 如果說這個T2Star Decay就是非常快 我們說T2的這個時間非常長的 T2時間非常長的 那種組織稿 它Decay所需要花的時間很久 也就是說它就有機會 它會讓它的這間訊號 是可以在這裡被Weighting 最後產生出一個 Stimility的Echo 但如果說今天你是一個 我們說T2值很短 一下去Decay光的訊號 它Maybe就沒有辦法 Subscribe下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其實你最後所增加的這個訊號 來源 就是對於那種T2值比較長的DT 你的這整個Shyndrome會被 Enhance的比較好 會增加的比較強 所以它等於說 在加重你整個 最後你所收到這個Echo上面的一個 T2Star的一個Weighting 或者我們說T2的一個Weighting 好 所以這個概念很重要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重要 這就跟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這個 一直在講 Gradient Echo的這個特性 Short T2 非常非常有關係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 就是我們說這個 這個 這個 Recedure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Steady State裡面 其實有所謂的Recedure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這個Recedure其實 都會造成 造成一個 你有可能被Weighting的效果 那 Depend on Depend on今天這一個 我們說Steady State的這個 我們說MSS 好了 它最後我們會保留下來 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解密的 把Gradient Echo分成這兩大類型 第一個我們稱作Coherent Coherent Coherent的意思就是InFace 就是同向位的意思 就是自己形上去 同向位的Gradient Echo InCoherent就是它的反應 就是一個 這個不同 我們說 這應該叫什麼 不同向位好到Coh 去向位 好 你們自己翻 有些字真的翻中 是很怪的 好 我們就會說 Coherent Gradient Echo 它的特性就是什麼 你的所有的這個 Recedure Transferous Magnification 是一個 InFace的 InFace的現象 我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的這個 前一次留下來的 跟我在一起產生前 它是一個InFace的效果 他們會來加在一起的這個效果 我們就稱作是一個 這個Coherent的現象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 前一次 我用某種程度 某種方式 去讓它造成所謂 Auto Phase 改變它的相位 讓它D Phase 那我就會產生出所謂 InCoherent Gradient Echo 這種Sequence 怎麼做到的 前面這一種Coherent 你必須加上一個 所謂的 Rewinder 我們說這個 Winder很像是那個 殘繞 你去綁線 或是你去 造成一些殘繞的現象 那Rewinder 或者我們稱作unwind unwind unwind 就是動詞解開那種感覺 就是 你去讓它保留下來的意思 一個是殘料 一個是解開 這個東西 等下各位看到Pose Sequel 你們會比較清楚 一個造成refacing 一個造成refacing 等下各位就會知道 所以我們說 在Coherent Gradient Echo裡面 我們所使用的是一個 Rewind的一個規點 這種東西 那在InCoherent 這一個 規點Echo裡面 我們用的是一個是叫什麼 叫做Spoil Spoil Spoil 這個規點 Spoil這個字 是一個 代表破壞的意思 所以這是一個 破壞性能的規點 破壞性能的規點 你可以在上面這個 Rewind 後面寫上幾個字 你可以寫像 unwind unind 你可以寫上reface 提醒你自己一下 那這個Spoil的後面 然後你就寫上這個reface 我去破壞它 所以我造成 額外的一個refacing的現象 好 所以 depend on今天 你怎麼去 操弄這個 我們剛剛一直有所提到 這個是recedure 這個MXY 或者我們說 達到steady state的 這個MSS 好 我們可以得到 所謂Coherent Gradient 的規點Echo 那 等同於 這個Spoil 其實在 在這個 不同的廠商 跟機台上 我們會得到 很多不同的 一個技術的名稱 但它 可能指的都是 類似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邊指的 稍微幫各位整理一下 那下一周 會給各位看一個 更可怕的一個圖 更可怕的一個table 那個table 大概列了 應該有20種以上的名稱 但那可能都是指 一些類似的事情 但那就是不同的廠商 會有不同的名稱 但我們先不管製造商 先不管電話製造商 我們先單純看 這個 我們常常有時候會聽到 Gradient Echo的一些 這個 這個 縮寫 Granes 跟Fist 好 你可以稍微把它拉一下 第一大類 這個 這兩個 都是我們剛剛說 Coherent的那種技術 那下面這兩個 SPGR跟Flash 都是我們剛剛說 Incoherent的那種技術 Gradient Gradient 的全名 非常非常長 Gradient Recode Aquisition In the Steady State Fist 這個 Fisp 有時候我們就直接 編成Fisp 有時候你們聽到 TrueFist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變形 Fist Fest Imaging With Steady State Precision 所以你看到這兩個東西 都跟我們說那個 Steady State很有關係 很有關係 所以它必須去 Preserve 去保留 那個我們剛剛所說的 那個殘餘的 穩定狀態下 這個MSS 這兩種都是屬於 一種Coherent的類型 那 後面這兩個 我們說它是Incoherent 這個 SPGR 其實這個 SP就是指這個 這個字頭縮寫 所以它就是Gradient 的一個破壞版本 也就是說它就是 破壞掉那個 破壞掉這個 我們說Steady State的 那個MSS 所以它是一個 加上一個 這個破壞性的Gradient 那再來Flesh Flesh 是什麼的縮寫 它是一個Fence的 Low Angle Sharp 一個縮寫 但是它也是屬於 Incoherent的這種類型 所以這幾個詞 你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陌生 但是 然後你到機台上的時候 你會常常看到一些 有的沒的書寫 那不會有人 好好心告訴你說 這個就叫做Gradient Echo 不會 它可能就丟一個Gradient 給你講說 Gradient有什麼特性 你要自己去知道 Gradient是屬於 Gradient Echo的其中一種 所以Gradient Echo 有的特性它都有 那它另外要加上 什麼特性來 Preserve 這個Steady State 你都要自己知道 我們先看第一類型 Coheren的Gradient Echo 各位先看一下 右手邊的這個 右手邊的這個 PSD 哪裡 跟剛剛那個 一般我們說 Gradient Echo 從我們在畫 那個波形圖 有什麼不一樣 賣相成型圖 有什麼不一樣 多了什麼 多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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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winder 好 這個Rewinder你會發現什麼 它的畫法是這個樣子 我這邊特別加一個箭頭 rewind的這邊我們是加一個 反向的箭頭 什麼意思 不要忘記 我們在每一個特定的 特定的TR裡面 我們的這個 GY線 也是代表所謂的 Facing Coding 規列 它都只會開啟 特定強度的一個情況 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開啟的是 紅色這條線的強度 看這麼強 那所謂的rewind 剛好會開一個 反向的 而且都在Facing Coding Gradient上 rewind的gradient 也是指Facing Coding Gradient 這個要記得 反向的 同樣強度的一個 rewind的gradient 目的是什麼 很簡單 我們說過只要你開啟 任何的gradient 就會造成 相位差 但是你為了要讓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AMSS能夠活的長長久久 你就幫它做一個refacing的效果 所以我前面所造成refacing的現象 我後面就開一個 這個把它reverse掉 把這個defacing的效果 把這個reverse掉 為什麼spin echo 你就不需要這東西 spin echo裡面的DR太長了 後面你去做的 也沒有意義 找個都decade光了 但是因為在 這個gradient echo裡面 這個時間非常短 所以你有機會去保留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殘存量 不要忘記了 所以這個第一種 我們所提到coherent 它就會去apply 這個所謂rewind gradient rewind gradient 一定都是加在Facing Coding Gradient上 它的效果就是要去reference 就是我們說去顛倒 去還原 我們說這個facing coding facing coding gradient 所造成的一個defacing效果 所以這個叫defacing 這邊叫做refacing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剛剛在rewide 後面要請你寫上reface 所以你可以標一下 這邊叫做defacing 好 學到現在你會覺得 為什麼到處都有 defacing到處都有refacing 不要忘記 只要你去造成局部執障的容斷 或不均勻 就是所謂開啟gradient 在做這件事情 就會有所謂defacing的現象 但是只要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都能夠去reference它 就是開一個反向的 我們說negative or lower positive or lower 只要是一個反向就可以 所以說穿的rewind的gradient 沒有什麼來不及 就是一個相反與gradient 特定強度 也有一個gradient encoding的日程 那face encoding這個gradient的強度 就只這個樣子 好 但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會造成額外的 1-2-star rating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些沒有detail關卡 會流下去 流到我們剛剛說的可能後面 可能maybe隔兩個之後的 這個echo裡面會出現它 那它無形中就造成那一些 長T2的 長T2的 長T2這一些tissue 它的這個訊號 就會比一般 比一般的 甚至比這個T2 比較短的這些tissue 它的訊號還會更強 所以它是insert 就是造成或插入的意思 insert的一個 造成所謂T2為停滅 T2是要為停滅的性性 那我們剛剛所說 這個grance跟fist fist都是屬於這種類型 都很簡單 就是加上一個這種類型 所以它並不會 要記得喔 這個東西 它並不會夾在前面這些事情 會不會在echo開啟的時候 開啟它 不會 也不會在前面開啟它 不會 它一定都會擺在最後 擺在最後 看看 到這裡 一定都會擺在整個的最後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不會把它加在echo上面 不會把它加在這個fisting code 一完就加不會 我們一定會等到最後 再去refacing它 原因是什麼 你太早就refacing 表示剛剛那些T2 start的變化 你分辨不出來 你今天就是要等 你就是要等那一些 這個T2 時間比較短的 就是你可以花 之後剩下那些 殘存量還在的 才會被你做一個refacing 所以一般我們都會放在整個的最後 那這個時間 大概就是多個幾個ms 我們說是大概到5個ms 所以不會差太多 不會差太多 好 那它的這個 參數上怎麼設定 原則上看見上很簡單 就是你為了要去maintain這個 如果你要造成這個steady state的一個現象 我們剛剛說 你的flipping angle大概是這個範圍 你的te大概是這個範圍 你的te大概是這個範圍 OK 那 因為我們剛剛說它造成 其實比較是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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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start的一個waiting 那所以它的te要稍微長一點 它的te一般是在15到25ms 15到25ms 稍微長一點 那它的好處跟壞處 其實你會發現 跟 我們剛剛所說 grading echo 這個好處和壞處 都是非常類似的 非常類似的 並沒有特別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它其實 差就只是差 多了一個5i的grading 所以它本身的性質 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唯一的差別在 就是它會增加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te to start of waiting 但是其他的這一些advantage 就是說 非常快 因為它的te要非常短 那它可以做到這個 這個是一個特別的詞 我們稱作 breeze holding 也就是說 你憋一口氣 就能夠掃描完 這個我們稱作是一個 breeze holding的一個 scanning 舉個例子來說 像我們一般 在這個 掃腹腔的時候 腹部跟胸腔 都一定會在 我們呼吸過程中 不停的上下震盪 但是如果你有本事 讓你的這一個 image sequence 比如說壓在 maybe20秒到30秒 那你就可以要求病人 做一個閉氣 也就是說 後肌膜腔衣 定詭 賣傳詭 它就會 為什麼沒講 可以 口音很乖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要求病人 暫時閉氣 然後 sequence下去 就 把它掃完之後 就說好啊 你先可以呼吸 它能夠在一次breeze過程中 確保它的 胸腔或腹腔 是維持一個不動的情況下 做音音訣 這個是說 當你在用夠快的這種GIE 才可以做到所謂 breeze holding 這種情況 在CT裡面 breeze holding太容易了 spiral CT 甚至我們說 雙門CT 雙球管CT 讓我安全 根本不用幾秒鐘 好 所以這個東西 非常厲害 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像 心臟跳動 可不可以跟他說 抱你現在心臟請你先暫停一下 我們先 音名請一下你的心臟 音名覺好就跟他講說 好現在可以跳動 當然不行 所以 在電話的世界裡面 不可以掃描你 是possible 但是沒有所謂的 Heartbeat的holding 那種東西 但是在CT很厲害 是因為掃描速度很快 它的每一張 都每一張 可以是在Microsoft左右 所以它可以讓它不用 停它 它能夠做掃描 在電話的世界裡面 如果要去掃描 一個會動的東西 另外一種技術 就是我們稱作gating 但這東西很不信仰 等下學習我們再講 我們可以用gating的技術 去freeze 這種motion的東西 奇怪話 那 剛剛說的這些 你看 這東西都跟我們傳統的GIE 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 用的是2D acquisition的話 很抱歉 你的SMR會很差 只有當你用這個 3Dimension 或者我們稱作是Farland Aquisition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讓你的SMR 我們剛剛說過正比0的根號 這個是我們剛剛說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2D的話 放歉 你的SMR就是會很差 那這個 好處也是壞處 就是我們剛剛說susability 也會increase 那另外一件事情 是剛剛沒有提到 是你會常聽到 gradient的聲音 因為你在一個裡面 你要開啟原本的gradient出來 多開一個rewind的gradient 所以它會有額外的 gradient 是一個瞬間調變的一個 硬體 所以它這個東西其實在 開啟跟消除 都會產生一個噪音 那這個你會發現 就是在這個 gradient echo裡面 常常都會聽到這些 因為它的距離非常短 開啟的時間非常非常的頻繁 所以這個 會有很多的噪音產生 另外一個類型 incoherent的gradient echo 我們說過它的目的就是怎麼樣 你去dephase 或者是去破壞 這個recedure的magnetization 有什麼好處 好處當然很簡單 就是讓我們剛剛說 你會造成這個 image contrast這個變動 就能夠減少 舉例子來說 如果我今天就是想要去看一個 所謂t1微體的一個 gradient echo sequence 我還用前面那一種 不是指導故事 因為我剛剛說 它會增強你的 這個就是要waiting 好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 一般我們如果說是要去做 所謂t1微體 t1微體的image 我們就是一個street dimension 一般我們都會使用 這一類型 所以它是去enable你的這一個 t1contrast to Dominant 其實這會指 to Dominant什麼東西 就是你的image contrast 或者你可以把這個contrast 槓掉 寫成t1微體的image 就是寫contrast 看一下要怎麼寫英文都可以 contrast 好的 總之就是如果你想要得到t1微體的gre 的話其實你用後面這種的 那 怎麼樣去做到 破壞這一個所謂殘餘量的mxy 怎麼做到 兩種方式 你可以用rf的方式去做到破壞的目的 你也可以用類似像剛剛那邊的gradient上 你可以做所謂rewind的gradient 這邊有所謂spoiler的gradient 也可以做到 那剛剛所提到的下面那兩種 就是屬於這個類型 先說第一種 雖然第一種列在第一個 但是很不幸的 其實最常用的 一般技能上在用的 其實都是屬於第二種 就是用gradient 去做一個spoiler比較快的 用rf去做比較麻煩 因為它必須 必須讓你這個rfhose本身 再不然rfhose 就是我們說連續的這一些rfhose 之間 要產生一個所謂的face offset 那這個可以讓我們在receiver這一端 就是我們說收訊號這一端去definch 這個訊號之間的每一個相位長 我們就能夠分辨到 你這個哪一個是我們要的訊號 但很不幸的這個用法不是那麼的容易 現在最常用的是下面這一個 我們說你乾脆加上一個 這個gradient的一個spoiler 就是用它來造成額外的definch 很簡單啊 為什麼 gradient開啟就會造成definch 所以這意思是什麼 你就是想辦法在這個 你的一個tr結束之前 剛剛是加dividch 這一次就加一個 額外的一個definch 一個gradient就可以了 那 因為 因為它的目的只是造成額外的definch 所以它無關乎你要加在哪一個方向上 不管哪一個方向上 有額外的definch的效果 都會造成整個 整個我們說這個 inface的限量會消除掉 所以在這個裡面跟剛剛那個rewinder不一樣 剛剛rewinder主要都是在correct這個東西 OK 但是在這個spoiler裡面 你要加在slice leg 你要加在face encoding 或者你要加在frequency encoding上面 都可以 都可以 那以圖面上的例子來說 它是加在slice leg上面 多加一個 多加一個就是 只要它是一個 隨便變動的一個 規定就好 因為你的目的就是 要造成額外的definch 所以你不用精進小控制 你正一副 要剛好底小都不用 你就是讓它 剛好有一個額外的相差就可以了 所以你這麼一做就知道什麼結果 我不管前面留下多少 recedure的一個mxy 到了這裡都被我破壞掉 因為都是額外的 比如說額外的refacing 就會accelerate它的一個訊號的decade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這就跟前面很像 所以實際上 一個要rewinder 一個要spoiler 就能夠造成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一個現象 那它的參數設定其實在前面也很像 因為其實在這個 我們說grie裡面 你的bangle大概都鎖在這裡 那你的tr大概也都是這個範圍 其實不太能夠變掉 所以它一定都會產生 這個steady state的一個 這個mss來 但是 但是我們可以加上 剛剛所說的spoiler的這個faded 而且我們為了要這個 我們說過 我們用這一組的目的通常都是為了去 enhance它的一個t1 contrast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所搭配的 這個t1 請你盡可能很短 剛剛是用15到25嗎 還是15到20幾 但是我們這邊大概都會壓到5到15 5到15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什麼 你在這個中間 從echo 跟就是從這個excitation 玩到這個echo中間 盡可能很短 不要塞一些有的沒的 盡可能都把它疊在一起 像這邊 我這個全都疊一起 所以這個本身 可能大概要花5個minisecond 這個本身 大概也是5個minisecond 整個全場 5到10 所以它的一半 全部加起來 大概就只有 可能maybe十幾出頭 這樣一個情況 好 所以這就看你的印記能夠做到多好 你就是盡量去shorten 減短你的一個echo time 這樣會是一個最理想的情況 那當然如果你echo time 一旦增加 很不幸 它用會偏向 所謂的這一個 g2 star的waiting 性質跟剛剛又一樣 因為各位還是不要忘記 gradient echo 它下面的不同類型 都還是繼承了它本來的這個關係 所以前面三個 都一樣 disadvantage 這兩個也一樣 為什麼也有loadgradient note 因為它想要多加一個 這個r1 一個spoil 所以它一樣會有一個很吵 就回忍的聲音 但是唯一一個不一樣的 在這個adventure 影片第四點 當我們搭配 搭配gradient linear去使用 這個是一個 這個很不幸 有時候下學期 我們才有機會講到 所謂磁症對比計 磁症對比計 這個你可以寫下gd 我們之前在提到那個 基本物質 它們這一些磁性的時候 有提到gd喔 gradient linear 這contrast agent的特性是什麼 那時候我們也講 它會造成什麼 t1 組織的t1會縮短 這跟時間喔 這只time 這只時間 t1分會縮短 所以會造成什麼 recover更快 recover更快 所以如果我今天使用 是一個t1 微體的image 我可以很明確的看到 gd linear流過的地方 經過的地方 它的影像的數值 就會大幅的提升 那你可以想像 我們通常都會把gd linear 從哪裡打進去 ip注射 我們就會從這個寫型裡面打進去 所以 我們今天所看到就是一個 比如說腫瘤 它會增加局部的一個血流量 來符合 或是因應它的一個 所謂細胞增生的需求 那那情況下 你會發現它局部的一個 感動因應量會增加 當然再來合併的另外 腫瘤另外的特性 就是它的bbb 我們說腦血瓶 這樣一個不完整 它有一個breakdown的現象 都會造成這些大分子的感動因應 會有一個滲漏的現象 然後champ在局部的位置上 那這個 我們就會說它會shorten 組織或局部的T1數值 會造成在T1 T1微體的音響菌 它的這個synchronon intensor頂會上升 好 T1 time縮短 T1微體的synchronon會上升 這個是它一個現象 那當然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必須要使用這一種 所謂incoherent的grine 因為我們再次強調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T1 contrast的音響菌 或T1微體的一個音響菌 那這個東西 我們有一個專有的名詞 稱作dynamic contrast enhancement 這個東西很抱歉 各位現在只能用記憶 因為它也是下學期的進階課程 那有時候你會看到我們 簡稱為bce 它有一個縮寫 如果人家問你說 我今天想要用bce 來觀察一下 這個腫瘤optic的一個 這個optic的情況 就是腫瘤這個寫的一個 攝取量 請問我應該用 這個哪一個gradient echo 比較適合 請你要回答 就是incoherent incoherent的gradient echo 所以這個是它跟前者特別不一樣 它跟前者特別不一樣 然後這個請各位稍微記一下 那其他的 異而戰戰的症強 它都是承襲這個gradient echo的一個特性 好 所以我們今天實際上 很不幸的 gradient echo沒有全部講完 所以是打了半勾 然後我們下禮拜唱完之後 我們再用這個gogo win 一下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就用下課